哈喽大家好,我是班达,我是花略哥本期的观战,来观战一下各位的爱哭鬼 S2爱哭鬼胜率高达90% 武女机械医生前方,这阵容是真的 垂直到这种理论上来讲,我觉得打爱哭鬼 迎面很小,书面很大 上来娃看到了,这边来,抽一刀 他的迎面在于 上来有一个人,那我们假定医生武女当中的一个吧 牵制起来,然后外面机械匙双修 这边机械匙娃牵制的话倒也不错,这其实这个娃不能抓的 这道这种修的怪啊,这道这种抓娃 我感觉有点血亏,他这边应该是想快速击倒这个娃 然后来找机械匙的一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给到了这边娃娃操作的可能性 花了30秒 打了半天,娃没打到 那这个局,求人者有机会了 现在画风一转,主要业解说给大家讲为什么 因为外面其他人都已经开始修上机子了 这边机械匙倒地,他的娃娃没打,他娃娃可以修 也就是外面可以修掉四台机 但半前锋可以卡半救一波人 这个局就是一个四人开门战了 虽然说这套阵容很脆 上来即使是武女医生,我觉得也牵制不动 这个级别的爱哭鬼 只能稍微拖一拖,但是 由于机械师这边操作娃娃的良好操作 这里的话大家注意到没有 他非常的细致地把这个滑板加速往中间拉 因为他知道娃娃就在这边附近 这边找到这个娃,把这个娃一打 那这时候画风再一转 全者这边可能四人开门战没机会了 原因就在于娃娃这台机子修不了 他们差一台机子 他们差一台机子 这边看怎么来一盘救人 医生是第一台机子修完 应该是修第二台机子 然后前方这边慢慢的猫过来 要前方比较舒服的救完以后 机械师的娃他得放下来去修机子 比如中场这边娃娃能直接放 放完以后机械师拉左 他这边修这个机子才行 我躲掉,可以,能卡半救吗 求稳,你倒,好的 非常nice,机械师 机械师这个娃如果拿来扛刀 我感觉直接就要闪现 看他往哪个方向拉 还能再救一波 那这个娃只能拿来扛刀 这个娃拿来扛刀其实是不太够的 这机子不够 主要是机子不够 因为前方还有遗产要修 然后外面还差两台新机 那你要腾出一个手来 这前方要去补前方机子 而且前方半血 外面舞女和医生都有一台机子的一个任务的 所以说时间上面来讲是不够的 这边是前方想来撞一波 小伙子听说你想撞我哈 那挂上这边 机械师 那没办法只能再救一波 看有没有博命吧 有博命 哇这医生 这医生是一个 哎这医生在旁边的前方直接被摸满 来不及 来不及医生可以救人 这医生是一个没有大心脏的医生 好像看过几次医生 医生带大心脏确实不多 这边的话舞女也是靠过来准备来救人 这边的求者是准备打一波 一个滑板拉开 因为他没有博命 所以说这边是让其他队友来救 医生这边捞下来 帮忙下板子 来死 这边的话打了一波配合 然后这边人强战术 机械师需要前锋的支持 快来 既然已经打了 我觉得就打到底 平一枪 哎呦可惜了 我在镜头给到前锋 结果一躲鬼火 直接把机械师给拉了 那还要过来再追吗 再追一刀 打中前锋 来死 这就是胜率百分之九十几的爱哭鬼啊 他还想再秒人 不是那边机械师娃娃放出来了的 这娃娃在摸自己 感觉这边前锋挂上机械师 两边打的都很凶啊 那 好 那医生再来把这个前锋给摸起来 然后机械师倒地以后 前锋继续来保 这局好看了 哎 这局两边打的真的是 很硬 两边都不想求稳 两边都漂亮 哎 前锋来不及了 太远了 太远了 还行吧 还行吧 这边挂飞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外面是 满状态满道具的 道具非常多 前锋还太遗产机 其实机子不多了 这样的话 三人太门战有机会能保平 不得不说 这波保平呢 主要就是因为 刚才机械师又起来了 如果说这里刚才选择 不挂前锋 去把机械师给挂了 你可以挂飞 挂飞了以后 这边前锋也起来 差不多也没满了 差不多也没满了 其实不会差特别多的 这把医生的一个作用 还是蛮大的啊 又救了人 对吧 拖了时间 打了配合 该做的都做了 修了机 好 这边最后来机子 武女这边机子能修开 点亮 漂亮 这把医生的作用确实蛮大的 但是对于爱哭鬼来讲 输应该是输不了 他我有挽留 有闪现的 怎么可能输 码机93 那能挂上前锋这边的话 可以再来救一波人 前锋可以再来救一波人 切成船送 这个船不太用得出来了 五十多秒 啊不 九十多秒 这边医生直接奔小门 前锋 得是什么呢 得是前锋救不下来 人的局面下 我觉得才有 多抓的可惜 哎打一刀 好 那前锋这边救下来 两个人拉开 武女 武女往大房走 对前锋往另外一边走 前锋去开大门 医生开小门 武女这边的话 过来以后 巴音和直接一下 对巴音和直接一下 哎好的 你只有一朵鬼火的机会 来竞斗给到武女 选择算了 选择算了 抓前锋 前锋桌子 还有四分之一的球 他只要拉个球 进交互点 就算是安全了 好像交互点的一火 其实我觉得刚才 是应该抓武女 会更好一点吧 不过抓武女 他这边门开了 他这边是希望什么呢 就是通过我这边 守住一边的门 然后武女只能去另外一边的门 把传送拖出来 但我不知道 这个传送差太久了呀 你把这前锋挂上 那前锋不是交自己的 这前锋两波都是医生摸起来的 医生没在那边门开了 走了走了 那还是刚才只有一个火 去把这武女给秒了 应该没有火 当时我看了一下 没有野火 我们在使用当中 看不见有什么野火 这局的这个医生效果很不错 这局的医生效果很不错 这套阵容 打的话 这局主要是个优势开 如果是个烈势开的话 爱哭鬼移民会更大一点 但这套时候想要真 战胜爱哭鬼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